哇,厉害厉害 这个是什么不捞碗吗? 这是捕曼苗的 捕曼苗,哦,用来捕曼苗的 这个铁柱好重哦 这是怎么操作的,扔到海里面 放下去会打开 打开之后就等那个曼苗 没有船要跑 一边跑一边拉 哇 那这个在水底中央会更厉害哦 不会啦,水底会比较轻 哦,比较轻啊,比较轻 它有浮力,对对对,有浮力 有浮力会比较轻 那拉起来,是用这条船来拉的啊? 没有啊,刚才那个脚绳子那个 脚绳子那个 脚绳子,就是这条船是用来拉的 然后脚绳子那里脚 网子才会上来 网上 哦 它在作业的时候不是用拉的 是用推的 用推? 它作业的船要开 对 船推着它走 对对,推着它走 推着它走 推着往前走 对对 哇,这样啊? 它变两只会打开 船在中间 是这样推的 两只打开,船在中间 来推行 然后这个曼苗那你们知道哪个海域会有是不是? 不是乱推的啦 整个台湾省都有 整个台湾省都有 对对对 远海都有 远海都有 然后布起来的曼苗有多大呢? 一般都是 这么长而已 才这么小啊? 多8公分 最多8公分 哇,那你捕到其他的鱼呢? 其他的鱼大部分不会种的 你会扔回去 对对对 扔回海 对 因为你们就专门布曼苗 来卖给亚曼的 对对对 然后他们亚曼在哪里亚呢? 这个亚曼大部分都在南部 在台南啊,高雄啊 北部没有人在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那边有鱼塘 对对对 是不是? 他在海边把那个围鱼塘围起来 嗯 然后就养在那个鱼塘里边 对对对 哦,这样的 那为什么这边没人会养呢? 这个经济价值不高吗? 我不晓得 以前老人家他们有在养 后来就 年轻人没人接 没人接 那你觉得他这个经济价值有没有? 那你们为什么不自己自己 一定有经济价值的 没有经济价值呢 那有很多船要来做这个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补这笔最洋呢? 搞个副业 搞个副业 学咯 找专家来教咯 哈哈 我们会抓就好了 哈哈 分工 分工是吧 哦 这个这个 呃 自己补 补都已经够累了 是不是? 对啊 哈哈 那是那是 而且台湾人 我是香港的朋友 台湾人是非常的自主 很容易自主 哈哈 没有说我一定要发达打 发达财 不像香港人 哈哈 心态 心态比较平 啊 心态比较平 是 那这你们出海 要出海要多长时间啊? 差不多都晚上 晚上才出去 对 然后几点钟会来 早上啊 早上一早 对啊 然后那个 那你装慢的话 要活的哦 活的啊 那用什么装啊? 用桶子装啊 啊? 用桶子有氧气 对 打氧气进去 对对 用这样的桶吗? 蛤? 用这样的桶吗? 不是不是 很大的桶 哎 也不用多大 不用大多 因为你鱼不大嘛 才八公分嘛 嗯 里面有氧气 不会死掉 我尬给一张 价钱呢? 价钱呢? 价钱可以卖到什么价钱? 你要看上面 看工盘 什么? 买家 看买家 他出家吗? 对对 天天不同啊? 嗯 差不多 他说 一个礼拜 调一次 一个礼拜 有一次的调整 现在目前的价钱大概 一条卖多少钱 我知道是按调算的 对啊 还不小的 没有 这几天的话呢? 就还不小的 还没开盘 还没开盘 那之前呢? 之前就没有鰻鱼啊 没有鰻鱼? 对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季节 只有四个月而已 四个月 四个月 从几月分到几月分? 从国立农业 十一月一号 农业十一月一号 十一月一号到 二月底 到 四月底 二月底 二月底 哦 四个月 四个月时间 四个月时间的话呢 那你们忙完之后呢? 忙完之后 就休息啊 哇 不会吧 对啊 那你 你这个做四个月 休八个月 没有啊 还有工作了 哈哈哈哈 那我现在要考虑 是不是也要 来补 补跟你们学补吗? 四个月工作 休八个月的话 哈哈哈哈 很辛苦 很辛苦啊 很辛苦 但是 这有 有危险吗? 有啊 一定有危险 烂 烂大 怕海烂 就有时候 那个突然间 天气变化 这样 哦 这样的情况 你们 当时你们休息的话 变成白天就要睡觉 早上回来睡白天 晚上再出海啊 对啊 捕鱼都是这样 哦 捕鱼都是这样 真的辛苦了 辛苦了 但是 辛苦 但是 有收获啊 是不是 每次都有收获 再问最后 最后收获 不一定 不一定 哈哈哈 这个乐观一点哦 听天由命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哇 我们现在这里是在 烏石鱼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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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石鱼港这里 呃 有一个 停靠的地方 我们遇到有朋友 这个 布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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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曼曼曼 曼鱼的船在这里 所以就找着这个机会 我会趁着这个机会来访问他们 这里是 烏石鱼港 啊 这里还有一个修理床的 这边的话呢 这个海水 很多游记 所以 我觉得在这里是不适合钓鱼 这个水会有点污染 有点污染 钓鱼的话要到外面 到外面一点的地方 啊 那个 我们来 哇 现在在下雨 又下雨 这个 宜蘭这边的话呢 整天都是下雨的 下停啊 有时候停 有时候下 这样 下 停完没有一会儿 刚才 才停了五分钟 又再下雨 真的是 啊 宜蘭宜蘭 既爱你又恨你 爱你是你这里 啊 真的是 于你之乡 人才倍出啊 但是 也恨你 天天下雨 几乎 几乎是天天下雨 令到我呢 要去 找一些可以拍摄 介绍给香港朋友的地方 都没有这个机会 哎呀 天空 天空 快点照美了 我要去 一些户外的地方 比如说 很想去 一个 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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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因为下雨又 心大心小 要不要去呢 因为它在深山里头 要走半个小时的路 才能够到 但是呢 那里实际上 我是很想去 行吧 我就在看那个天气变化 到后来决定 要不要去 那我们无实感 无实鱼感的 这一条 巧遇 补慢渔船的 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收看 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啦 请你订阅订阅 不要错过订阅的机会 那么 我会真心实意 认认真真 努力将台湾各个方面的 生活 还有历史文化 各方面的 事情都报导 给大家 你可以逐步出户 就可以了解台湾 好 谢谢 谢谢收看